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是单行函数中的字符串函数 那什么是函数呢?函数其实就是Work已经定义好的一些功能模块 这些功能模块是有特定名字的 我们通过调用这些名称的函数呢,就可以调用这些函数的功能 OK,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字符串函数 字符串函数呢,顾名思义哈 它其实操纵的是字符串类型的这样一些数据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呢 要查询所有雇员的姓名 但是这个姓名呢 全部是小写 全部是小写 那OK,接下来 CNAC的ELEM FROM EMP OK,看一下能够达到我们的任务吗 达不到 出来的全都是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哈 现在就是什么样子 本来是大写的 那如果我要将这个ELEM姓名全部小写呢 就要使用一个函数 叫做LOWER函数 LOWER就是低小的意思哈 那么ELEM这个列就作为了LOWER函数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LOWER函数呢 返回值也是字符串 你看到没有 现在我就把ELEM列的所有的字全部变成了小写 这个就是字符串函数的LOWER函数的功能 那如果我要将所有的东西改成大写呢 它有一个函数叫做UPPER UPPER ELEM FROM EMP 当然它出来的结果可能跟原来没有什么变化哈 这个就是LOWER跟UPPER函数的用法 这就是字符串函数中比较常用的两个 那么这个字符串函数哈 除了可以用这个列名当参数之外 我还可以直接 直接给一个参数就是字符串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我用的是FROM DUR表哈 因为DUR表是虚表就一行记录出来的是AA 好现在我们就要解释什么是单行函数 为什么说LOWER函数UPER函数这种是操纵字符串的函数是单行函数呢 是因为如果我的FROM之后不是虚表 看一下 出来的就是14条记录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LOWER函数针对于数据表的每一行都会返回一个结果 所以叫做单行函数 DUR只有一行 所以它只会返回一个结果 EMP有14行 所以它会返回14个结果 如果我现在用的是列名做参数 你会发现哈 每一行的这个ELEM的单元格的值都会被转为小写 这个就是单行函数 好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字符串函数中 除了LOWER和UPPER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函数的存在呢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 阿里特卡普 阿里特卡普我们可以看一下 Cenact Cenact函数的话 Cen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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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act什么呢 AAA 逗号 BBB 好 因为这个的话呢 直接用的是长量来Cenact 所以我 所以我 from是一张 Due Due表 虚表 哎 出来的时候是 AABBB 好 Cenact 函数呢 实际上 跟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一个叫做连接运算符的非常类似哈 也是将两个字符串连接起来产生一个新的字符串 除了Concat之外 还有LPad和RPad函数 可以来看一个示例 Cenact LPad ABCDE 逗号 10 逗号 新 fromDue ABCD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始的字符串函数 10是什么意思呢 10个字符长度 也就是说LPad函数会返回10个长度的字符 那ABCDE很明显只有5个字符怎么办呢 如果5个字符不够10个长度的话 就在左边L是Left的意思填充信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左边填充了5个信号 同理 如果我用的是RPad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在右边填充5个信号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介绍下一组字符串函数 LTrim RTrim和Trim 其实这三个函数非常类似 LTrim就是左边压缩 RTrim是右边压缩 Trim就是两边压缩 好 看一个示例 Cenact LTrim 等等等 好 等号 From Duar 什么意思呢 哎 出来的结果是第一个参数去掉了左边的等号 也就意味着LTrim是压缩这个原始字符串左边指定的等号 中间是不管的哈 如果我们中间有等号它是管不到的 它只会压缩左边 同理 RTrim呢 压缩的是右边 好 而Trim的话呢 压缩的是两头 结果呢 发现出错了 没关系哈 Trim呢 的确是压缩原始字符串左右两边的哈 第二个参数指定的这个符号 这里是等号 但是呢 它的用法不是这样子用的 这个等号的话呢 应该放到前头 把这个逗号去掉 等号 空格 From 原始的字符串 这种用法 才是压缩 这个原始字符串 左右两边的等号 如果我把等号改成空格 然后第一个也改成空格 也就意味着我压缩的是原始字符串 左右两边的空格 这个就是 LTrim RTrim和Trim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Lens Lens函数比较简单哈 它的目的就是获取到 一个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 比方说 Lens Elem From EMP 会返回14条记录 因为EMP表示14条 也就是说返回的是 每一个 每一条记录的Elem 这个值的这个总长度哈 记住这个Lens 只能求字符串 它不能求数字的 OK 这个就是Lens函数 接下来这个SubsDream 经常使用 意思是得到一个 字符串的 子串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 CNAC的SubsDream ABCDEFG 5和2 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这个ABCDEFG 第五个字符开始 截取两个字符长度的子串 那么第五个字符呢 下标从E开始 ABCDE E是第五个 截取两个字符长度的 那就是E和F 我们运行看一下 果然得到的结果是E和F 第三个参数呢 其实可写可不写 如果不写代表 从第五个字符开始 截取到最后 好的 注意它的下标是从E开始的 A是第一个字符 B是第二个字符 C是第三个字符 第十第四个字符 E就是第五个字符 这就是求子串 比方说我现在要求 Elem列的前三个字符 E都号3 fromEMP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效果 果然得到了 这个就是SubsDream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次课介绍的 下一个字符串函数 EenStream EenStream的话是返回指定的字符串 所在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看一个示例 这里有一个示例 CNAC的EenStream ABCDEF AB fromDuel 也就意味着我要在 ABCDEF这个字符串中 查找 AB这个子串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是1 那如果是 ABV呢 子串ABV 会是01V ABCDEF 并没有ABV这个子串 好的 这个就是EenStream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对函数 CHR和ASCOR CHR和ASCOR的话 一个是获取指定数字的 所对应的 指定ASCOR嘛 所对应的字符串 字符 不是字符串 一个呢 是求指定字符 所对应的ASCOR嘛 同理我们可以 看一下一个例子 CNAC的CHR 96 fromDuel 96是一个ASCOR嘛 直 96对应的是一个 类似于顿号之类的 那我接下来看一下 65是什么 65是大写的 好 接下来ASCOR 它的参数就是一个 字符 小写的A哈 fromDuel 干脆还是改成大写的A好了 看一下 这个返回的结果是 字符A的ASCOR嘛 只是65 好的 这两个是对应的一对 接下来看一下 字符串函数啊 本次介绍的 本次课介绍的 最后一个字符串函数 Replace函数 Replace的话呢 顾名思义是替换的意思 这里呢 写了一个示例 CNAC的Replace ABCDEF F 引号星 什么意思呢 原始字符串是ABCDEF 我要把里面的F 替换成什么呢 星号 Replace是替换的意思 哦 OK 现在把最后一个 替换成了星号 如果我的原始字符串 出现了多个F的话呢 只要是F出现的地方 都变成了星号 这个呢 就是Replace函数的用法 好的 Oracle的字符串函数呢 我们这里介绍的只是一些 比较常用的字符串函数 希望同学们下来呢 先把这些常用的 练习 要比较熟练的应用 接下来再去看一下 它剩下的一些 字符串函数 好的 我们本次课呢 到此结束 下次课 再见 再见 等一会儿